后天是三十国庆 这一天是我们中华民国历史上最辛苦的军期 积极的准备 以迎接这一天的来临 台北市总裁市场美轮美奂的台楼 毕竟发好 台楼的顶上有奖总裁万岁五个大事 来往通过的机人和车辆 也都分享了一份国庆的喜悦 东州府更是布置的双员旁逛 东州府紧张秋阳的国旗下面 牵上了中华民国国庆纪念几个大事 正面的桩上也牵上了多彩多继的彩牌 也要望去富丽宏伟 东州府着手的台湾银河和新协会大楼 也装饰得幻然一枝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奖总裁万岁和中华民国万岁的 几个大事在楼顶闪闪发光 各式的彩牌 新军一带增加了不少的体积 海北山站也刻意执致了一方 来往来晚晚的旅客 每个人脸上要展露了愉快的笑容 楼山本路更是一片旗海 海北市的主要道路上也都搭了牌楼 到处养一个提现体积 海北市场这两天更是热门 到处可以看到归国桥包门 兴奋惊快的笑容 桥包门在当前国际政治环境 恶劣的情况下 回国的人数比一年多多 这证明了全球一千八百万桥包的 欣赏祖国 热爱祖国 更证明了我们反共复活的既定成功 作为内容 华小如果你五十八百万桥包 凡然有数小洞 我知道